但是今天 他无意中一拳轰出 裂解了宫殿小楼也就罢了 竟然还产生了金沙 这就令唐姐想不通呢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这小楼上富有禁制 所以才被他一拳轰毁了 他连忙又找了一栋小楼 先是仔细检查了一下 确认这小楼 的确没有任何禁制或法阵存在 这才又是一记冰子诀打出 先前的一幕再度上演 小楼在冰子诀的力量下不断裂解 最终化灰消散 围留一地金沙 唐姐半跪在地上大口喘息着 移动小楼的重量 可比一件兵器大得多 连续崩解两栋楼造成的体力损耗 即便以唐姐的金刚之体也感觉负担极重 但是来自心灵上的震惊 有大于体力上的负担 真的成了 冰子诀竟然对没有禁制存在的纯粹金属也产生了作用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 冰子诀也是可以提升的 问题是 他并没有察觉到冰子诀任何形式上的禁忌啊 唐姐怎么都想不明白 疑惑的同时 唐姐将那些金沙一一取出 随后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这些金沙与之前唐姐裂解武器得到的金沙 有着明显的不同 它们更大更粗更多也更笨 将两栋小楼裂解后得到的金沙放在一起 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大小 这份量如果是用来裂同等体积的兵器 是绝对得不到这么多金沙的 此外 每一粒金沙的原始颗粒都显得极其粗大 如果说裂兵得到的金沙是那种细沙 那么眼下得到的就是那种快赶上小石子的粗沙 细沙虽小 却随唐姐的控制可自由变形 拉长或缩短 但是粗沙却没那么灵变 当唐姐把所有粗沙聚合在一起时 他明显感到 聚合需要自己费更多的精神才能做到 就好像细沙是乖巧而聪明的孩子 一点就痛 粗沙则是笨而顽劣的小子 得多次重复指令才能让其听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粗沙形成的金刃 不具备地刃那种无坚不摧的特性 金球画成一柄金色小刀 被唐姐握在手中 他挥动刀刃 划过自己的手腕 却只留下一道白色的印记 看着这锋利度只适合削苹果的小刀 唐姐一时间一时无语了 这金刀看起来唯一的好处就是够坚固 如果说紫檀金小楼还能被唐姐以苍天脊砸开的话 那么这金球形成的武器却是唐姐用尽手段也破坏不了的 可如果说这就是兵子爵的升级表现 那唐姐不得不说 这样的升级毫无意义 武器的意义就在于锋利 兵字爵碎裂价值上亿零钱的法宝 才换来一个无视防御 且不考虑值与不值 至少其存在是有目的的 有意义的 这不会被打碎的武器能有什么意义呢 唐姐摇了摇头 也没再继续拆迁 只是带着满肚子的疑问回到了许妙然的身边 看到唐姐提早回来 许妙然也有些惊讶 问她怎么会这么早回来呢 唐姐也没瞒她 将事情讲了一遍 她如今和许妙然不分彼此 兵主的事早就告诉了许妙然 听到唐姐一拳把小楼化成金粒 许妙然也感到吃惊 她伸出手来 把那把刀给我看看 唐姐将刀削给许妙然 许妙然接过来手腕抖得一沉 险些没让金刀落地 灵气运转 一股力量从体内涌出 这才将金刀拖住 她脱口道 好重啊 唐姐是金刚之体 力大无穷 这金刀拿在手里没感觉 但是一入许妙然之手 立刻就感觉到 这金球重欲千军 她吃惊地看着金刀 那金色的光滑落于眼中 许妙然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脱口叫道 云木金晶 这是云木金晶啊 什么云木金晶啊 唐姐一下子没明白 问道 就是金铁之精华呀 徐妙然回道 是金属之王 却不是天然生成 而是需要炼着 以无上神力不断加工与打造 即金属精华与一体的宝物 云木金晶 其重无比 但也坚韧无比 只要融入一点到法宝中 就能大幅度提升 法宝的坚韧程度 乃是极为珍贵的宝贝 我父亲手里 就有一块这样的云木金晶 只有这一半大 我父亲宝贝的不得了 轻易都不让我碰 说 等我成为天心了 就用来为我打造一件顶级法宝 原来是这样 唐姐难难的 也就是说 我那一子冰子绝 其实就相当于 把整个小楼的稀罕金属 全提炼了 没错 徐妙然很肯定地回答 其实 我当初就怀疑 你那把金刀 是用云木金晶筑成的 只不过 云木金晶重在坚韧 不在丰锐 所以我没敢肯定 但现在我敢肯定了 这就是云木金晶 也就是说 所谓的冰子绝 其实是某种锤炼金属的法门咯 唐姐有些不敢相信 只是要什么样的法门 能够一下跳过锤炼金属 那庞大复杂的过程 形成云木金晶呢 法术并非无所不能 它们因灵气而变化 但也正因此 灵气做不到的 法术也就做不到 提炼金属之王 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过程 若说 依靠灵气变化 就能做到这一点 完全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要是那样的话 炼丹志气这种事 也就不需要专门学习了 出乎预料 许妙然回道 法做不到 道却未必不可以 道 唐姐心中一惊 那一刻 他突然想起 小楼崩解释 他看到的那一条条裂问 仿佛道文在闪烁 如果真是道的话 那道的解释就通了 法一灵气 万法皆有理可依 有计可查 道寻天理 大道如羚羊挂脚 无计可寻 不过下一刻 他就摇头 这不可能啊 这也没有道理啊 道不可传 只可悟 感同身受 方为大道治理 兵字诀 却是兵剑所传 既是传受 就只能是法术啊 徐妙然回答 我只是说假如嘛 假如是道的话 通不通 通 唐杰立刻回答 道是本源 道是规则 道给出结果 而不给过程 如果 兵字诀是道 那么 当我使用兵字诀的时候 没有灵气的变化 没有施展的过程 唯有大道所指 万法皆遵 区区金属死物 怎可违抗大道治理 自然是要他成什么 他就成什么 既然金属可提炼成云母金晶 那大道之下 直接生成即可 说到这儿 唐杰自己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自悟智慧 对大道的理解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清楚 道与法的区别 此刻想来 冰子诀那强悍的不合理的表现 真的不是法 而分明就是道啊 可是 道怎么可能被以法术的形式传授呢 一想到这儿 唐杰头皮都要炸了 这个发现 甚至更超过了冰子诀的价值本身 因为它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天地 道是可以被传授的 这不合理啊 许妙然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两个人互相看了看 突然同时近身 那一刻 他们已经意识到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 最好别传出去 否则天下只怕要乱了 唐杰小心地收起金刀 千万不要说出去 许妙然点点头 表示知道 不过说来也奇怪啊 以前我尝试过直接对金属使用 却没能制造出云母金晶 为什么这一次就成了呢 两个人坐下 唐杰提出了新的疑问 道的问题 只怕最终还要落在道上 许妙然回答 听到这话 唐杰心中一颤 猛抬头说道 晚先顶 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研究阴阳之道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冰字诀和阴阳之道有关吗 许妙然问 那倒未必 但是却可能和金之道有关 提炼金属 当属金道 而金道 属五行 唐杰难难道 五行 又与阴阳 息息相关 徐妙然接口 阴阳为视之两面 五行 为万物构成 两者 相辅相成 唐杰已是刷的 站起身来 向着万仙顶 大步走去 站在顶前 他双目灿灿生辉 难难道 我知道 我差了什么 阴阳之道 五行之数 相依相威 岂可孤而分之 定阴阳者 分五行也 随着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那顶上的光滑突放 耳边更有仙音 鸟鸟声起 顶上 万仙齐动 挥洒出仙气豪光 顶内若自成一世界 万界王庭 齐居高尚 引得万仙来朝 更多的道文开始闪亮 这一次 显露的不再是阴阳之理 而是五行法则 其中 顶上金光最盛 那是金之道 那些唐杰 从未理解过的 从未见过的金之道文 此刻 在唐杰眼中 一一呈现 落于眼中 唐杰近乎震惊的发现 这些他以前 从未见过的道文 此刻看起来 竟是如此熟悉 理解起来 若呼吸般轻松 仿佛早就为他所知晓 再细细感受 唐杰发现 那金之道上 有许多内容 竟是与冰字觉 极为相似 只是 大道治理不可言 冰字觉 却以凡人之语言描述 前者玄虚奥妙 带着无尽治理 后者 简单直白 却偏偏描述出了 大道的玄奇 这一复杂 一简单的两类文字技术 就仿佛 阴与阳的视之两面 描述出的 却是同一种 治理与运用 让唐杰感到 无比的神奇与玄傲 最令人震撼的是 唐杰发现 冰字觉 甚至比金之道 表达的内容更多 当金之道的道文走到尽头时 冰字觉 却依旧存在 并向着未来 延伸出更深层的意义 那是对金之道的升华 在这含义里 唐杰看到 粗力走向细沙 云母金晶 走向 冰主地刃的变化 这是 唐杰深吸口气 这就是 兵主的道 那一刻 他完全明白了 他突然取出兵剑 心神沉浸于兵剑之中 然后 他再度看到了 久违的景象 荒芜虚空里 一个高达万丈的巨人 手持开天巨斧 正与无数仙人战斗 远处 是一片巨大的宫殿群 那中还不停地涌出更多的仙人 那巨人是如此的狂妄 凶狠 以一挡万 却无畏无惧 他愤生怒吼着 战斧劈开天际 将那一片欲穷弓展落 那无数的仙人 甚至不能挡他一刻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显出 模糊的法轮影像 那法轮 浩瀚无边 只漏虚影 却瞬间 充斥了整个天空 带着无尽的繁明 仿佛天地的呼号 然后 这高达万丈的巨人 向着空中窜去 向着那空中的法轮虚影 踢斩出自己的巨斧 下一刻 大片光滑 充塞了整个空间 他看到 巨人的身影 从高处坠落 唐杰发了声喊 猛地向后退去 脸上一片惨白 你怎么了 徐妙然忙跑过去 扶住唐杰 唐杰的身体还在颤抖 徐妙然惊骇地发现 那是恐惧的颤抖 唐杰在恐惧 从来不知畏惧的 唐杰在恐惧 他在害怕谁呢 徐妙然正正地看着他 良久 唐杰才难难出声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唐杰艰难出声 离京者 叛暴也 这是一个 被血色浸染的世界 土地是酱紫色 星红的小草 形成了一片赤色草原 唯有天空 带着一抹淡红 远方的红云下 一群蓝牛 正在慢吞吞地吃草 它们 是这片天地下 唯一不和谐的色彩 蓝色的皮肤 就像一群 海藻 在红色海洋上飘动 几只饥饿的红虎 正在远处 围着牛群徘徊 寻找着攻击的机会 不过 蓝牛的脾气并不好 它们 可不以温顺著称 攻击它们 就得小心 它们有力的反击 对于这些 重达一吨半的大家伙 红虎并不敢掉以轻心 寻找机会的时候 天空中下起了血雨 红虎不得不退去 这些血雨 带有腐蚀性 长时间暴露在雨中 会对它们造成伤害 它们需要找个地方 去避雨 蓝牛 是唯一不在乎这个的 血雨是它们的 另一重保护伞 它们在雨中悠闲的漫步 任凭血雨 冲刷过它们庞大的身躯 天上落下的 不仅是雨 一道光滑在空中闪现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仿佛一颗流星 穿过云层 坠向地面 就在快要接近地面时 人影骤放光芒 形成一个巨大的护照 遮住自身 下一刻 草原上掀起了轰然巨响 泥土纷飞里 现出一个巨大的泥坑 唐杰四仰八叉地 躺在坑底 身边躺着的是 依依和土土 两个小家伙 正一起用惊恐的眼神 看着天空 脑海中 共同映现的是 血河之祖 那澎湃的巨首 黄土纷飞里 我可以做的 这些年轻的那一段 这些年轻的 因为我的大量 我可以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